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謝謝阿凱 我們非常開心見到各位今天晚上 其實我想大家心裡都非常難過 昨天半夜高雄發生的氣爆事件 我自己本身是高雄人 我自己也很熟悉的一個西方的地方 其實看到新聞的時候也非常難過 跟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東西 其實也不能夠說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雖然我們可能會聚焦 非常地聚焦在慈濟這個基金會或團體身上 但是其實這裡引申出來的 為什麼基金會在這裡討論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一個發展、保護 我們會不會過度開發 我們人跟環境之間的問題 大概都是跟正言類的事情會有些關係 我想等一下我們討論的時候會一些牽連到 那今天的主要議題是光慈濟 那慈濟如果大家有看了一下文宣的話 可以知道慈濟是在1991年的時候 發起了一場很重要的運動 就是正言上人 他就是登高一呼 我話說說台灣在當時的經濟奇蹟的漫落底下 人心非常地不好 因為是地域虛失 然後覺得整個社會非常地自動自造 而且環境也出了很多的問題 因為我們台灣其實是靠工業和加工 起家的 像高雄自己本身就是這樣子的加工出口區 就是在從事這樣子 台灣用不到的東西 但是在幫其他的國家代工 如果大家思考一下 重工業、石化工業 其實我們很多其實是為了要出口到國外去的 但是這種非常高汙染的工業 在先進國家 尤其是美國 不想要從事這麼高汙染的工業 然後讓台灣來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台灣是在當時的漫落底下 空氣汙染非常地嚴重 然後經濟發展 然後人心非常濕透 所以政言上人 他更高一呼覺得說要進化人心 在1991年的時候 然後也結合 也結合進車基金會來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當時發起的這一個進化人心 就是進化人間淨土的這樣一個活動呢 基本上剛開始想的是要如何進化 我們的人心以及我們的思想 第二年就轉移到其實說要來真正地進化我們的土地 所以原本的慈激 它是有非常地清楚的對於人心進化以及土地環保的訴求 是有直接的環環狀況 那慈激在這場運動得到了整個社會的美名 然後也累積了非常龐大的社會資源 到幾年的時間它已經是復刻第一國了 那我們都可以知道說 在過去比如說大地震的時候或水災的時候 大概實際都會跑第一 他們會有很多很多人到第一線上去 來從事這個後緣的工作 那我想我們許多人對它的印象 基本上是這樣子一個做善事的印象 但是呢也許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會有另外一個角度來思考 比如說當慈激在做這些慈善運作 它就是第一個跑到現場去 幫助了很多人在營 可是收拾了這些工作之後 政府就不用在做人 所以這是一個從好的一面來講 非常龐大或強而有利的公民社會 可以來彌補政府或政策 本身應該做或沒有做好的事 但是如果從另外一方面來看的話 這麼強大的公民社會或團體 本身其實也是阻礙了政府反思 來重新制定一定政策的一股意料 那不管怎麼樣實際 它就是在這樣子一個smile以下 它成為非常非常龐大的一個慈善機構 但這個慈善機構 基本上它現在是擁有我們台灣80%的 整個所謂捐款 它絕對複合一國 它非常非常龐大 可是就是因為它非常非常的龐大 主持非常龐大 也非常有錢 所以跟所有的聯合組織都一樣 你在有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你要去尋找開發、投資、出入 要把錢放在哪裡 沒有去使用 在這一個minebook底下 實際 它在1997年代購買了 內圖保護區4.6公尺的土地 然後想辦法去做這個分費變形 從剛開始的兒童醫院的設立被磨回 到後來也想要讓它變成一個 特定的一個社會福利區 我們需要蓋國際制工大樓 然後後來又希望能夠變更原本的保護區 讓它做別的用品來使用 在這樣子一個minebook底下 實際從原本的 只是在第一線上 在幫政府收拾上 或者這樣的一個機構 它本身也認識的是 民間社會裡面一個非常龐大的機構 可能會壓制了其他的社會團體 甚至引起了其他不同關懷 或者原本的關懷環境的社會團體 也開始跟慈濟有一些衝突 尤其在我們這邊討論 內圖開發區的這件事情上 那是非常的明顯 慈濟作為一個宗教組織 非常龐大的財力 而且也有非常雄厚的政治實力 因為他們有大約有六百萬的會員 他們可以在台灣的各個層級上的選舉 可以對我們這個國家的未來 或香港大使部的影響 在這樣的一個漫畫底下 我們今天來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今天討論的 不只是一般的公司企業 所面對的開發或保護的問題 它多了一個宗教的年項 所以會格外的複雜 就是作為一個宗教的團體 非常的強力介入整個土地開發的使用 那當然也會不禁讓人家去懷疑或者去質疑 你作為一個宗教的團體 在這一件事情上 會不會有一點怪怪 會不會是太依附在市場邏輯底下 那宗教的本身性質 是不是應該要超越世俗的 其實就是在這個脈絡底下 我覺得今天主要題目是世俗 太過世俗的 但是這個標題是 阿凱認為這樣子還不夠哲學 所以一定要這樣深一點點 但我們不會人性太過人性的 所以沒有人知道今天能夠怎樣 那當然可以吸引到一些人 不知道今天要談什麼的人 我們今天其實就是在這樣邁落底下 但我們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都從前到洪女士過來 他也這幾年在做這樣 就是在內湖保護區 我們就是要保護這一個地區的這樣一個 出資的活動裡面 他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他剛剛跟我們講說 好不容易有機會能夠來到澤武 來這裡講 其實我們澤武也是一個非常小的地方 我們非常歡迎各種不同的主流媒體 所不關切或所忘記的議題 所以今天我們是非常歡迎這樣子 當然我們在這裡講的時候 我們也要很假裝完全的客觀 讓公平中立什麼這些 反正掰得出來都可以 所以我們要先擋斷實際自己人的談話 就是先讓他自己說完話 然後再讓公平實在話再聽他 臥草的音嗎 臥草的音嗎 臥草的音 臥草的音 先放臥草的音 好 稍等 對 好 那各位說的其實有人看 可能要換一個方向 左面跟後面的那個 幾分鐘的體驗 有 有 沒有聲音嗎 沒有聲音嗎 沒有聲音 那邊 那邊 關鍵 呃 我從頭放OK嗎 喔 從頭放OK 按鈕 我先簡單講一下 呃 你從頭放好了 我先簡單講一下齁 這一場是我們7月4號 在內湖大陸國小辦的那個 呃通喊檢討的說明會 那這位是高嘉穎議員 那等一下後面剪輯的方式 實際人所說的華語 你們可以聽一下 後面的朋友其實你們可以轉到後面去 後面有一個 就算不經過環營 實際用一個說 依照這個醫療 教育 宗教文化的領域 就可以變得保護區 為一個特定開發的社務專區 這樣的領域 也是一個面對選擇的方式 也是一個破壞選擇的方式 那我寧可思議員都選擇的 這個嚴格的標準 就是依照環營的方式 來諮解大家的福慾 是我們期待看到的 好嘞 包括那個高義有化也不錯 我六十七歲啊 我六十七歲啊 你趕緊身身幾歲 我年紀爆 心情一樣 這個爆 不止啊 那邊九七號反對著 住在這裡不久 然後就組繭一個 叫什麼設施 怎麼會的 他們是有目的啊 所以這個大提 那慈濟願意拿出來 做這些社會鼓勵者 或者為大家做這些 主導的事情 為什麼不讓他均募 我已經把我們社群裡面的資源回收 送到慈濟前面的智慧 我認為他們慈濟的智慧能力 做人真的是很缺席 所以我個人認為慈濟是在做功德的 他們是做善事的 我希望大家要大力的支持 不要來抵抵他 這系列是每天在做環保 默默做環保 一直推動環保到現在 總共有七萬個社工 有五千多個環保回收站 你聽完就講 五千多環保回收站 然後天天每一個人 用一雙手在那邊回收 不是用水拔回收 是用什麼樣回收 他們天天做的東西 是誰都不行 不是我們家 也不是他們家 是大俠全國的人 全台灣的東西 我都在理會 你不是太慢 他們是在做邪惡的事情嗎 他們不是環保在你嗎 所以大家給明星期間看看 不是你嘴巴上叫個環保 才是環保 今天大家都有環保 你也在做環保 我也是快點 大俠說實際沒有回饋 實際在破壞保護區 他破壞嗎 在外地現在就是一個破壞的保護區 但是你也可能是一個 暴力的地方 其實我一進來我就跟他 我他在寫 小姐 我哪裏寫 我哪裏寫 但是我希望你也很漂亮 你也要寫 但是剛才 董的 以外董的 他的意想很清楚 大家都明白清楚 他在講什麼 我希望你真正的去寫你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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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這個社區 當初在說明會的時候 我也聽過提察 但是我老實講 我們不一樣去 謀殺我們政府 是入境官員的指揮 他們是會講清楚的 到底開花 保護區 可以不可以轉開 各位先生 你把我老婆 可以不可以開花 不是這一塊 那一塊什麼 什麼 其那一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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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願意花了 十幾億 去改造一個 可以 綠地生理 蛤 然後可以 綠建築 誰願意 蛤 財團 那你們願意 有給財團嗎 不願意嗎 對啊 那要奉利台北市民 要奉利我們內部市民 那我想 現在實際 他願意花這個錢 然後 把這個地方捐出來 讓內部市民 有福利使用 你們說好不好 好 一大堆的反對 都以安全的理由 包包內部市民 安全的理由 絕對是交給政府 不然我壓他幹什麼 我付稅給他幹什麼 所以我們一定要相信我們政府 不然我選他出來幹什麼 我壓他幹什麼 所以安全問題 本來就應該交給政府 我覺得我們任何人都沒有利益 那剛剛提到的一些安全的問題 那麼我們跟政兵他們有很好的一些規劃 都會我們的法官 那這個是國際與現在 那我也是實際的事工 我常常在園區接到接待國際上的朋友 在我們這個園區他們來採訪 那這樣是把不管是臺灣、臺北或者是內湖區 都幫我們推向國際離開 我們為什麼不把內湖這塊地 好好的讓它來建設 然後你坐在這附近 當別人說臺灣、內湖 那你的房價次啊 未來都想不到 我們讓這塊肯定讓這一個地方 成為一個以善、以愛、違法的 發光的地方 我們一直看到 就是有些人 有些的人 就是要希望實際 一直慢慢離開內湖 那三乾兩世的將伏伏相遇 那我實在不知道大家的用意是什麼 其實法律師寶上人 你就是寶居住的自由 那一直伏伏相遇 要什麼 實際開始練習 你們不喜歡那一些什麼 就是老人這些東西 你們不喜歡幼教的東西 可是我們這樣需要 因為我會老 我需要這樣的環境 你們不要 那請你們可以離開 聖聖子及法院的判決 告訴我們 淹水跟石井沒有關係 就是因為這些土 反而不是 反而土會去淹 反而是土去造成了水災跟垃圾 記得吃工粉 你們要加油 加油好不好 好 我說你們都不喜歡 你不要再擺擦 不能攀壓水分 如果我們把它帶成綠地 綠劍子 更能夠去攀壓水分 對 不要浮到綠的綠地 真的好嗎 那是水分 對 你們怎麼看呢 拜託你這樣說話我告訴你 選不下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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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就是很多人 如果他要去一次 他們的台車 我們就要去那一塊 他就說 剛才說 剛才是一個這麼好的問題 應該這樣 台湯的國民 就要讓政府來 早就要去 他這個 內府區這邊 走 走 好 剛剛影片一剛開始的時候 講到就是 有一些可能 有沒有人住在內湖的人 剛來住 然後就弄了一個組織 然後就變成一個 內湖保護園區聯合 基本上 侯女士就是這一個邪惡的組織的 其中一個組員 常務女士 好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他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內湖保護區小護聯合 紅北貴 剛剛我們還有朋友 把自己的這個 組織名都講錯了 那我剛剛看那個 葉教授在那裡看 剛剛那個 直線支持者 他們的發言 我看他笑得非常的 沒評 因為真的是蠻有趣的 我其實我很努力的 要去理解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以及他們所講話的 那個邏輯關係 可是說真的我沒有辦法理解 也許我可能要真的 要在裡面多做更多的志工 坦白講 我剛搬來的時候 我在裡面做過志工 真的是有 好 那我們就先正題 我今天來跟各位分享 北市保護區的保衛站 就是我這幾年大概 差不多我很認真的投入 大概五年 我搬到內湖 大約差不多十年的時間 我搬過去大概半年的時候 然後呢實際就開了一場 在大和國小就開了一場 公定會 那我那時候是新班來的人 所以我就去了解 那聽了以後呢 就是會聽到反對的人的聲音 然後他們提了一些看法 我覺得似乎好像也是蠻有道理的 但是我那個反應是什麼呢 我那天跑回家跟我先生講說 欸實際要蓋那個新安居也很棒耶 那個以後我們家婆婆有沒有 我們小孩去上學 我們兩個人去上班 她一個人在家很可憐 她就可以到那裡去 所以我第一個反應其實是很開心的 那不知道為什麼後來五年以後變成 十年以後現在變成 我是幾乎是第一線的 正在這裡對抗大陸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張論文 謝謝 好這張其實是一個結論 不過大家也應該都知道 現況保護區的片 剛剛它整個發展模式呢 就是比方說有一塊地 它是違建 或者是說它是一個環境很髒亂的情況 反正就是我們不喜歡的那種樣子 然後這個時候會有一個團體 以一種類似英雄救女這種姿勢就出來了 然後他就整理了環境 然後呢整理完了以後 當然他就知道使用 那使用呢 它是非法還是合法 這個我們不知道 可能都存在 然後呢使用一段時間之後呢 他就會向政府申請變更保護區 申請變更使用分區啦 那變更之後呢 假如他通過的話呢 通常他都是會要求是要擴大建設 那前頭一開始的那個違建 或者是怎麼樣的這個不合法的東西呢 就在這個地方就就地合法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像清淨呢 那個事情也很大 那南投他是還沒有辦法處理的 所以他也是要走這種模式 那我們的那個貓空屋 那個地方也是走這種模式 北投行一路會覺得也是這種模式 所以幾乎都是這種模式 我們請看下一張 好 我舉例以磁器來講呢 他就很喜歡放下這樣的照片 就是說他講他們當年買地的時候 那個土地的情況是怎麼樣子 包括什麼廢電燃 或者是油漬等等的 那另外一邊那個是現況 比較漂亮 比較整齊的 那實際上呢 這個你們看到的那個土地 那個柏油土地 他是弧曲填起來的 所以非常的平坦 那因為視角的關係 所以才會看到後面的山洞大樓 那跟自己沒有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到那個人物 有點木造的做個像屋簷的那個後方 其實是一整大片的那個鐵皮屋 那整個都是違建 我們在後面的影片還會看得到 好我們下一張 麻煩下一張 謝謝 嗯卡住了嗎 好 那我在繼續講下去之前 我需要跟各位簡單的報告一下說 我們都市計畫這個方式有兩種 我必須先跟你們解釋一下 一般來講是用通販檢討 這是一個常規性的應該做的事情 那都市計畫第26條他有規定 都市計畫當他發布實施以後 不可以隨便亂改 但是呢他每隔三到五年 應該要做一次通販檢討 因為呢社會經濟環境整個會發展 會變化 所以他必須要考量這些東西 再重新再檢討說 他原來的都市計畫 是不是需要做修正 那我以我們內湖來講呢 我們六月份正在做 這個內湖區的通販檢討 那以這一次六月份之前的前一次 是四十年前 也就是說這個都市計畫法 第26條其實沒有被落實 那另外一種方式呢 叫做個別變更 個別變更的是通販檢討的例外 就是通販檢討通販時間會比較久 那他的涵蓋的範圍也比較大 所以如果說一塊一塊的基地的話 他們就會走個別變更的這個方式 那都市計畫法的第27條裡面 他有規定1234這四點 那通常我們第一點第二點 我們大概都不太會有爭議 比方說戰爭地震 像比方說昨天晚上高雄這個樣子 一下他一整條馬路這樣子幾公里 我在報紙上就看到是六公里 整個這樣炸掉 那如果是再這樣 他假設那個土地是需要做變更 他就會走個別變更 因為這樣很快 他就不會去走通販檢討 像那樣子的情況就會這樣子 那第三點呢 是會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的需要 那第四點是為何配合中央 或者之下先是政府的重大的政策 或者設施 第三條跟第四條 這兩個其實是被用到腐爛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中央政府送命給地方政府說 你們可以自行認定 地方政府自行認定以後 他就慶慶在在 他的認定是很寬鬆的 所以現在會出現問題的 都是在這個第27條的一項三款 或是一項四款 好 下下一張 好 這個是我們今年6月25號去開記者會 我們為什麼會去開這場記者會 就是因為6月份的時候 我們內部區辦了這個通販檢討以後 在6月份有公告公展 所以我拿到了主計畫書 主計畫書裡面寫了 實際為什麼會把 都發局為什麼把實際案子放到這裡面來 他的原因是因為他符合保護區 變更處理原則的某一些條目 那我們這個時候才真正的看到說 原來台北市有一個 保護區變更處理原則這些條目 以前我們就有耳聞 我們每一次的都委會去參加 都委會的審議會議的時候 他們就會講說 他是因為文化教育慈善醫療等等的因素 符合那個變更原則 所以他們就可以這樣辦 那我們一直不知道這個變更原則在哪裡 終於在我們6月份的時候 我找到了 那我找到了以後呢 又剛好我很不小心去逛了一下 這個都委會的那個網站 他6月26號要開會討論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聯合了一些環境團結 我們去開一個記者會 我們要求他刪除第三點和第四點 好請看下一張 我們來看一下6月26號的時候 突然覺得他做簡報的時候 他表達出來的心態是這個樣子 他說呢 如果台北市的保護區檢討一個變更原則 假如是走通盤檢討的話 他認為這個代表的就是說 要把土地充分利用 也就是說要開發的意思 可是呢 他自己又認為說 保護區應該是以保育為主 所以他不走通盤 他不要走通盤檢討 所以他寧可讓他一個一個的個別變更 事實上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他不願意走通盤檢討 把保護區整個狀況全部通通整理起來 然後做通盤檢討這樣處理 他不願意 因為他說這個是要找可見用地 那可是實際上我們認為說通盤檢討 他是應該是一個中性的實惠 他應該是一個看清楚的這個土地 整個周遭環境應該怎麼樣去做決定 而不是這個都發局的這種想法說 通盤檢討就是要找建築用地 但是他當天6月26號 他就是直接把這個心態 曝露出來給我們大家看這樣子 好 下一張 那我剛剛講過說我們6月25號 我們去提了要求他刪除第三點的第四點 第三點就是為發展文化教育 慈善醫療等等公益的使用就可以併用保護區 然後另外一個第四點是在這裡面寫的第二點 特有天然資源以及地方產業特色聚會的保護區 就可以變更 第三點 第三點 文化 發文化教育慈善醫療等等 這個我們就會覺得說他根本是完全是良心定做 包括文化就是用人選護嘛 那教育呢 北投的為德國小 慈善呢 就是慈禁嘛 那醫療呢是慈禁的早期辦的那個友同醫院嘛 所以你看都是良心定做的 那第二點的那個地方有沒有 特有天然資源以及地方產業特色聚落之保護區 這個部分呢是哪裡 貓空就是啊 那個那個那個商家太多了 政府根本沒辦法處理 那就給他變個過 那就合法 然後還有那個北投行易路溫泉 去年還是前年也是過了 就是用這個東西過了 所以我們認為他這個這兩條應該要散除 那我們也很開心說6月26號那一天 張金二副市長經過委員的討論之後 他就說跟杜阿姨講說我們全部不接受 請你們在三到六個月的時間再去整個做檢討 然後再提出新的備份原則出來 就是這個部分是走到這裡 好請下一張 你們會不會覺得好熱我真的好熱 好 那我剛剛講的話就是說 我們都市計畫其實有第26條跟第27條 他規定的非常的清楚應該怎麼做 但是實際上他們沒有這麼做 那除了這些法律上面他的這個 想盡辦法看怎麼樣可以讓他通過的這種法律之外 他還有一些因人設施的情況 那我們以慈濟案來講 比方說慈濟他原來買下的這個土地 是民國六十幾年就把那個湖地填起來的 民國六十幾年就填了 那在那個慈濟的這個申請變更保護區的這個案子裡面 在早期那個官方在討論的時候 他們都會講喔 官方他們的意見就是說 我們討論這個案子的基礎要用自然原始地形圖 那因為用自然原始地形圖你想啊 慈濟原來的地是湖國嘛 是那個溜地嘛 用這個地形圖的話 他應該是很難過關的 所以民國87年的時候 獨法局他們就開了一個會 然後呢就做了一個決議說 用84年的航照圖為標準 用84年的航照圖當標準 也就是說你想想看喔 慈濟的地是六十幾年填的 到84年的時候那個地就是平的啦 這樣你們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我把它設一個標準 就在伊田設施 那第二點呢 也是伊田設施啦 就是說 這個慈濟量呢 我們本來 這個官員他們就講說 這個慈濟的地呢 它是位於山谷集水區 它比較低嘛 後頭就整個一座大山森林之類 他說要把後面的那個 它集水的這個面積全部算進去 來估算這個慈濟量 他要建設要把這個算進去 那因為這個算進去以後呢 量很大 這個基地原來有的這個 這個慈濟量估計是四萬五千例發行五上 大概是這樣 但是呢 因為這個量實在是太大 如果這個量要做下去的話 實際沒有辦法沒有地方蓋房子 所以呢 後來水利書他們就再開一個會 好啦 那我們外面不要算 我們只算裡面就好了 所以現在實際它規劃了有多少 大概是三千 然後它的三千還可以一直宣揚說 我們有改善水的會土 我們有回會地方 那我剛剛跟各位報告 四萬五跟三千 你們可以知道這個量的差距 好 再來第三點 這是我們最新的進入 這個實際的這個特別變更案 它是從94年開始的 94年之前那個是的房地院 反正那已經結束了 我們也不管它 94年開始的這個特別變更案 我們最近這幾年很努力的去告訴 都委會的委員說 這是一個違法辦機的案子 因為它有三個違法 第一個違法 實際它沒有提出主計畫的資格 主計畫 在都市計畫裡面的主計畫 只有官方才可以提出 才可以發動 但是實際自己提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違法 第二個違法 就是那個二十七條一箱三款 實際說它們符合國防跟經濟發展 所以它們可以迅行變更 我們認為這個也是違法 因為講不通嘛 然後第三個違法就是它不願意還品 在兒童醫院的時候 他們是有做還品的 所以其實實際它應該是很容易 瞭解這個環境的情況 所以它到了這個地方 它不願意還品 我們認為它有三個違法 所以走到4月10號 今年的4月10號的時候 這個特別變更案 其實走不下去了 就結束了 它結束了 就把它丟到內部區的通盤檢討裡面去 我們覺得走這條路是正常的 是OK的 可是張晶恩副市長他很了不起 他說把實際案併入內部區的通盤檢討 在不違背內部區通盤檢討的原則之下 得優先審查實際個案 就是後面這個尾巴 這個得優先審查實際個案 那就跟特別被根本兩樣 那所以我們就認為說這個就是整個 因人設施的情況 那我認為 就這樣 好 那我現在給各位看了一些 我剛剛講的那些的證據 這是證據 2013年版的主計畫出30頁 你看那個低證數的第2人的地方 我畫了粉紅色有點看不清楚 這個地方 欸 我按錯了 我按錯了 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 這個有沒有看到 以原置人地形認定為宜 有沒有看到 立證書自己說的 那新風書他說什麼呢 他說呢 以他所了解呢 這整個都是違法的 所以呢 從違法變成公益團體以後 這個程序合理性 要值得思考 這是早期的時候 官員還很有良心的時候 說出真話 寫下一張 好 這個102年10月份的整體開發計畫書 這本書有800多頁 我呢 真的還是很認真地跟他讀了好幾遍 好 這一邊 這一塊是 大地工程書對於磁濟案所提出來的疑問 他說 塵沙之鴻池這個量力計算 他不能夠只考慮開發基地 應該要用整個集水面積來算 好 那我剛剛講 他們怎麼樣因人設施 水利處他就開會 然後呢 得到了102年的這個東西 他說呢 不再考量上游之區外集水區 有沒有 所以早期的這個有良心的官員說的話 到後來就有一個 另外一些官員會幫他想辦法找一個解決的方案 好 請下一張 好 好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是 當你在山坡地蓋了一些房子以後 那個整個地表的淨流會變得不同 所以大地工程書有提出來說 那你的地表淨流應該怎麼處理啊 好 那水利處一樣跟他講說 反正只要管基地內就好 基地外的不管 就是這樣子 下一張 好 好 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社會福利用區 社會福利專用特區 這個案子就是省了10年 草草攘攘 然後其實一直在原地打轉 因為呢 從一開始所提出來的問題 省了10年 從來沒有找到任何一個解決的方法 那既然這樣子呢 後來就走到這個 烘盤檢討序 我剛剛講過說 張經要出市場呢 給他一個抵發 之後實際上可以優先成長 那為了這件事情呢 我們又去開了一次期之後 我們就跟他鬧了一次 為什麼呢 都委員會通常是一個月開一次 可是呢 在辭職案的時候 他兩個禮拜就開會 他為什麼要兩個禮拜開會呢 當他得了那個 張經案講的這個 把他病毒通盤檢討 又可以優先審查之後 兩週他就要趕快開會 為什麼 因為每一場的會 他會把前一場的會議紀錄 把他確定下來 所以我們就前一天 我們就當天又再去跟他 比如說 你的結論不可以這麼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每一次的都審會 都是這樣子 就是他讓支持的人 反對的人 只要有登記的人 就先發言 那因為人很多時候 一發言就是好幾個小時 然後委員呢 再討會一下 可能一兩個小時又過去了 所以呢 通常都是很晚的 然後主席就趕快做一個結論 就散會了 所以當天又市長 他那天做結論的時候呢 一講完其實我們大家傻眼 還沒有想懂 就已經散會了 然後呢 我又不小心的看到說 天啊 兩個禮拜以後就要 又要開會 我們就為了要 他的會議紀錄 要去確認他 我們跟他講說 你不能夠自己 你當初市長 我們自己做這個結論 因為當天並不是 審這樣子的 當天委員是講說 要進入那個 武器的通牌檢訪 並沒有說 要讓他優先審查 結果變這樣 變這樣 然後後來 兩個禮拜以後的那個會呢 就 中天又副市長 三十五度 過去大家的意見 好吧 那就開放表決吧 表決之後呢 因為現場的那個官員很多啊 那個官派委員比較多 所以最後呢 八比七 所以我輸掉了 所以我們就是 目前最新的狀況就是 把執行案送到內部去通牌檢討裡面 然後呢 可以就審這樣子 好 審下一張 好 那這個細節你們都不需要看 我只是給你們看一個樣子 因為我喜歡用官方的東西給你們看 表示我講的話 我是有證據的 這個你們不用看內容 你們看到這個密密麻麻 這代表說那個不需要看 根據 某個候選人在香港的那個表現 我知道這個不需要看 好 我跟你們講喔 內部區的通牌檢討 把大湖 把內湖區 整個行政區 分做五個生活圈 第一個生活圈叫做 區政醫療生活圈 第二個叫做西湖生活圈 再來是東湖生活圈 大湖生活圈 那他要給他每一個生活圈裡面 一個一個的特段給他一個編號 所以呢 其實這張圖 只是讓你們看說 原來有這麼多的 變更案這樣子 這個叫做主區醫 主要計畫 區政醫療生活圈的第一號編號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好 有這麼多好 下一張 好 這個地方我們希望 還沒有那麼快 這個地方我們希望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主大室 這個主大室 是把住宅區變成公園用地 然後這個主大六 就是實際的這一塊地 保護區變成這個特定專用區 我只希望說各位聽眾 你們可以先注意一下 這個主大室和主大六 因為我後面要講到這個部分 好 請下一張 好 實際說呢 他們這個這個變更案 個別變更案 他有兩個變更的理由 第一個呢 第一個理由叫做說 要提供台北市的社會福利設施 就是要提供補充這個台北市不足的社會福利的部分 這樣子 第二個理由叫做串聯基地與周遭社區環境 強化公共建設的這個使用效果 他說呢 他要無償回饋這個八米道給公眾使用 我們先聽記得有這個八米道 我們往下看 好 剛剛講的那個 這是整個大湖生活圈的幾個案子 那我剛剛請各位特別注意主大室 主大室在這裡 現在這一塊 長得有點像錘子 好 這個長得像翅膀呢 就是實際的這個主大六 先知道這個相關位置就好 好下一張 好這張比較清楚 這是什麼 這是空拍圖 這個圖是瓷器那邊的網站借過來用的 好 這一塊呢叫做北基地 這一塊叫做南基地 主大室在這裡 這一塊叫主大室 好 那我剛剛講過說 他們的整個就是 這些都是鐵泥屋 這些鐵泥屋全都是違建 這個水泥屋也是違建 好 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瓷器的那個 就是比較那個早期的髒亂的跟現況的那個 那張圖 那張照片是從這個角度這樣拍過來的 所以才會看到後面有這個三棟房子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好下一張 好這一張呢 是只有北基地 重點就是我要告訴各位 主大室在這裡 然後呢實際說他的回饋案 他的這個變更的原因 是要蓋這個八米道回饋 這個是現在沒有的 沒有的路 將來他的計畫如果過他要走這一條路 那我們這邊原來有一個道142 是上鐵道山上的農民的路 這一塊道路呢 就會被政府可能就會賣給他 因為國小財產局已經給他那個同意喊 說如果他併入這個這個變更案的話呢 就路不曉得送給他還是賣給他 那我們就要被迫改到要走這個八米道這樣子 好請下一張 這張畫得比較有點卡通 可是你們會更容易了解這個相關的位置 這個八米道在這裡 那這個是北基地 這個是實際未來打算要蓋的房子 在這個位置 那南基地他要蓋這樣的位置 我們可以看這個八米道是這樣的 可以到這個區域館 那其實呢中間有個問題就是 這個木呢是可以接近這一塊的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這個以後他都要變成是什麼草皮了啊 或者是一些小小森林這樣子讓人家休息的 所以他就沒有木可以上去 他必須要蓋另一條路 好請下一張 好這一張呢是內湖區通販檢討的主計畫書裡面的經費的編列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過了 這個內湖的通販檢討一共有五個生活圈 每一個生活圈裡面還有好多個個案 但是呢 都發局呢 他一共編列了 主計畫裡面編列了六千零八十萬 全部都放在主大師 你們能夠想像嗎 這麼多的計畫案 竟然就只有這樣已經被全部投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他就是幾個籃球場 然後一些停車的位置 其實很少人在用 剛剛我們看到 可以往回一張嗎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地方 說真的 最後是誰要用 就是他們要用 以往 實際每年在那個年末的時候 他會搬一個叫做睡末組織的這檔 那個人一來就很多人了 目前他們有可能都會把這個地方 並排停車 違規停車就對了 因為他沒有地方停車 所以呢我們很 我這種 這種比較邪惡的小法是想說 嗯 這個體育館啊 這個公園啊 以後六千多要搞下去以後 實際以後辦活動呢 這個他可能跟他出界說 欸那我們停車吧 可能就是他被御用的停車位這樣子 好 好下一位 好下一位 好 剛剛講到我們整個實際案的最新的進度報告 現在我要講的是歷史 故事 這個早期的事情 好 2011年的時候啊 我們有一天喔 一個 一個 一個夥伴呢 其實就是跟實際常在網路上面 槓上這樣子 扯來扯去就對了 然後呢他們就不小心 實際那邊就不小心就露出一句話 我忘了什麼話 反正就是透露了說這條馬路是國家的 那我們當地居民喔 其實完全不會想到說 實際這麼大的一個鐵門後面的這條馬路 竟然是國家的 大家都以為是他們的 所以當他在網路上跟人家槓來槓去以後 得到了這個訊息喔 他就跑去把那個土地鐵門查出來 我來認知國家的 所以我們群人就跑去抗議 居民對檢舉實際侵害過的 你看喔 這些老公老阿嬤 我這種四五十歲的人是裡面最年輕的 你就知道大家有多欺負 當我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好 寫下一張 好 剛剛講的那個土地 我們看到那個鐵門的位置在這地方 這個就是南基地 然後呢這條路是這樣子整的 這個是古代的保甲路 也就是說那個至少都不曉得幾十年的路了 那實際呢買了以後就把那個門給關上了 然後就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然後就變成他們的這樣子 好 寫下一張 好 我們非常沒有想到的事情是說 這個案子竟然最後的結論是這樣子 是這個結果 我為什麼會放出這個不緊述組分書 是因為我幾個月前我在松菸 那個護術的時候 我主持一次公平論壇 我在演員講的時候 我講了這個事情 有人提出一個問題說 啊記者都沒有報導啊 新聞報都沒有報導啊 我講的是不是壞話 所以呢我為了要取信給大家 我就把這張印出來給大家看 就是這個檢察官就是這樣子做 他就說因為某某人他自己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呢如果有情罰的主事的話應該是他 但是因為他死了 死了以後呢刑事就不追訴 所以結論就是不起注處罪 那麼這一個人呢是誰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上網去查四常咒 大概去查四常咒 他死後 他一輩子奉獻給辭聖 死了以後還把大庭捐給辭聖 這麼樣的一個人 在面臨實際 他親戴國有土地被監獄以後 他被推出來當這個 OK 好我們下一張 好 為了今天的演講 我本來已經把這些計畫 從我全部都裝起來不要看 因為很煩 然後那個四月份那個 聽到那個張經樂的結論 我已經吐血了好幾次 沒有啦講不講不講不講了 我就已經非常的火大了 然後我想說 反正要等通盤檢討可能也 至少可以休息個半年吧 所以我就把它收起來 那沒想到呢 通盤檢討竟然六月就半年 你們看喔 我們政府什麼時候這麼有效率會 四月的結論六月馬上就推出 然後六月就公告公展 然後五場說明會就辦出來 我們剛剛一開頭的那張影片 是第六場說明會是加開的 好我們大福利跟他要求說 你要在我們這邊辦一場 好我們第六場加開了 好那我為了這場演講呢 又把那些東西給翻出來 結果一不小心呢 哲午就給了我這麼一個機會 得到了這個數據 我們來看這個103年版的這個大福 131這個這個路有沒有看到嗎 我們剛剛講到說 我們2011年去檢舉的那個路有沒有 所有學人是誰 此季耶 這個101年版的時候 他的主計畫書裡面 這個131是誰 中華民國耶 你們看懂了嗎 1001年的時候 就是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這個 道131就是國家的 經過我們檢舉以後 新戰國主不但沒有罪 而且他也可以把他買回去 了不起吧 好請下一段 好 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7-28 真的 我跟你們講 真的說我是為了這場演講 才發現這個事情 然後我們就去找那個 土地屯本來看 邀請真的是被他買走了 那他到底怎麼買的我不知道 中間是不是有必要 我也不曉得 照理說 道路是應該 不是這麼簡單就可以買賣的 但是他們總是有辦法 我也不曉得 下一張 好 我剛剛講過我們在講歷史了 這個可能在網路上你們都可以看得到 那91年的那立風災的一個街景 這個是大湖山莊街 那我們這邊呢 有一位作者 有一位作家 叫米果 他就住在這個地方 這個10樓的位置 所以呢 他就看到這個大淹水 他就把它拍下來 等到好天氣的時候再拍一張 所以可以對照 所以你們一看就知道 是當年的淹水有多麼的慘 好 那剛剛我們去抗議那個鐵門的那個 一邊的阿嬤 其實他們就住在這裡 所以這個就 嗨嗨 我不曉得 我們一開頭 不是有一些人講說 淹水不是他們的事嗎 我不曉得應該怎麼想 反正就是這樣 好 好 好 這個呢 2012年11月25號的時候 這一場說明會也是很好的 你知道 這位是那個 已經現在沒有 現在不是了 當時他是內部區的區長 張金正 他們整個剛好叫張金什麼 張金X 好 這個其實是有影片的 你們可以去搜尋 我是不太想知道 因為他講話很慢 而且好像韓武 但你聽不太清楚 但他的重點就是說什麼呢 他說 大型志弘時是政府的責任 所以我們要求實際要蓋足夠的 志弘亮的這個建設呢 是沒有道理的 他說如果說我們居民覺得還是不夠的話呢 這一位先生 這位先生叫做郭坤祥里長 跟他提議請他在土地公廟這邊 再蓋一個志弘次 土地公廟後面的地都是他的 郭坤祥里長 所以當他如果蓋了志弘次 政府花了很多錢蓋了志弘次 你一定要蓋 一定要蓋到一個 所以你們可以知道這個看法性 下一張 好 我剛剛講的那一場說明會 其實也是 我真的是想說他為什麼會一個建商 或者是一個業者 或者是一個 他就是十三團地 他跟我們居民的關係有多麼糟糕 你知道嗎 剛剛講的那個十一月二十五號 那一場說明會 是他有一天忽然 我們忽然發現說 哇三天後來開說明會 我們就問里長 里長說不知道 說沒有通知 然後就開了 那我們當然要去啊 然後去就抗議說 欸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啊 都不通知我們明明啊 然後那個菜堆呢 他就很可愛 他說好啊好啊 那我們就 那很會笑啊 你知道當官的人很會笑 就非常的 讓我們覺得很kiss 很comfort的那樣子 他就說好沒有關係 那我們下一次一定會 一定會提早告訴你們 然後呢 我們過了大概一個禮拜以後 就出來一張公告 三場說明會 很有生意吧 三場喔 開在他們大湖 他們的內部園區裡面 這三場說明會呢 是連續的禮拜六 就每隔一周就對了 有一個禮拜六呢 是彈性放假的禮拜六 另外一個禮拜六是 為了彈性放假而要補上班的禮拜六 所以你們可以知道說 然後實際在處理這些 跟我們居民的關係的時候 這種 說真的跟公關之外 應該打屁 好 那我們呢 當場 十一月二十號 我們也告訴蔡菲說 好沒關係 反正禮拜六呢 我們聯盟也自己辦嘛 那我們希望你能夠來 當面跟我們談嘛 我們主辦你來啊 那我們邀請你到我們的客人啊 那我們如果有什麼疑問的話 你可以當面澄清或當面解釋啊 蔡菲說好 沒問題 只要你們一個月以前告訴我 我一定到 他是有這一個條件喔 一個月以前告訴我 我們真的一個月以前就告訴他 然後呢 我們到一月八號的時候 買了這台廣告 正年法師請放過內部保護區 資金不要做違法的事情 然後呢 七天以後呢 一月十五號 那天下午我在小學 陪小朋友練樂團 因為我在那裡管次序 我就接到記者的電話 記者說 國小姐 實際上說要告你們怎麼辦 我說喔 好 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們這兩條話是 侮辱了他們的上人 然後他還有另外一個要求 他說 實際上你們測廣告咧 我說很簡單啊 他測到我們就測廣告啊 天定地議嘛 他說可是這樣子 他好像不願意 我說不願意那就拉倒嘛 還不簡單 講完了以後 其實也沒有什麼概念 但我就跟他講說 我跟記者講說 那個 你看喔 這個事情有點詭異喔 我好好的在這裡 樂團陪小朋友練樂器 結果接到你這個電話說 他們開記者會 我們通通不知道 我說你看喔 實際的那塊基地 跟我們大陸裡有多近 你知道嗎 一個公車站而已喔 他寧願去開記者會 跟社會宣告 也不願意跟我們溝通 所以第二天呢 我們的公車廣告 全部通通都不見 這個讓我想到 好像本名故事還是哪一本書裡面 有個大屠殺有沒有 那個城市的大屠殺以後 第二天洗個乾乾淨 跟別人發生什麼事情有沒有 我們的公車廣告就像這樣 就不見了 然後呢 當天我們後來看那個報道 這位大律師就是民用的 他說我們的公車廣告 違反公平交易法 但是我們不了解 為什麼我們會違反公平交易法 因為我們沒有賣東西 然後他人次就說要靠我 可是我們到現在還沒等到 被告的這種東西 然後呢 第二天呢 記者呢 又跑去訪問這位何志森 就是 欸 那公車廣告不見了 是不是你們搞的 何志森跟他講說 我看報紙才知道 所以我們未來以後的女秀 可能是他 然後呢 這個很好玩喔 那個記者進去裡面採訪 然後他打電話給我們想說 說 台北靠那迷你毛毛 那我們就看著 報導才有一些照片 真的是 他們那些 賢成的信徒 真的是 哭得滿慘的 呵呵呵 嘿這個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呵呵呵 呵呵 好請下一張 好 那因為我 剛剛那一句 剛剛那兩句話 你們還有印象 實際不要做違法的事 有沒有 第二句是這樣子 那那個李永然說我們毀謹 說我們 我們暗示他 申請這個實際暗示違法 可是其實我們並沒有講說 是哪一件違法 對不對 那個 他把那個國道給佔的那條土地 佔的那個馬路的那個事情 難道不是違法嗎 我們沒有跟他去讀 好吧 你竟然給我們廣告拉下來 然後我們就證明一下 政府 欸實際說 重複做違法的事情 我們就證明給你看 我們就去檢舉 那要不要放這個影片 放這個嗎 中座新聞那一條 好 你們看一下那個影片 當天那個 康阿倫的影片 不錯 公事 對公事的那個 中座新聞 現在我們來看 就是這個 沒有來想 跟這個總共團隊主席 怕是要來賓定台北市 來賓的 沒有包括來進的感覺 還要讓這個 東北無就加 這個環保團隊 也沒有在訪談 今天這位環保團隊 到明就 來到台北市政府的經紀 我們現在在這個主席 來歐文区的建築 全國都是違憲 對於這項經紀 台北市政府 表示說 這不太是 都是違憲 我可以看到 北市政府 這項經紀 這項經紀 主席 沒有包括來 任何全國 是違憲 嚴正的向市政府 來檢舉 實際 不要再做違法的事情 這項經紀 我們主席 沒有包括來內地 當作社會法律 實施的屬容 不過 記得民間 在這項經紀 的市政府 在這項經紀 有些違憲 當作社會法律 有些違憲 並不完全違憲 但政府 也有提及 現在 第三項是違憲 沒有違憲 目前 我們的記錄 裡面是 確實有違憲 四次違法 但是說 實在不實在 都不處理 主席違憲 入手利用 任何強調 當作是 賣一項土地 有這麼違憲 但主席 總之沒有 有任何事 是沒有在這個土地上 進行 建建的任何 新建 增建 改建 或修建 所以完全是 承受了 牽手 所存在的事實 完全都是按照 發明程序 當你擺了一個账務 你不知道 可是事後 你知道它是账務了 你要把它就定合法嗎 我已經付錢來了 所以我就可以使用它 這樣對嗎 是不是 真正不信件 令和 謝謝 台北市政府標誌 建議兩禮拜來 派人全翁 平坎 這才能更快 這才有新的意見 就必須要聽到 記者 一直不斷進來 帶方報道 我為什麼喜歡用這種 大家做的東西 因為這都不是我做的 這是歷史 然後我們拿出來 給大家看證據 請下一張 我們剛剛一開頭的影片 就講過了 中間這位白衣服的小姐 他說憲法法上人民是居住的自由 所以慈禧叫我們搬家 他在四月份 不是他 就是慈禧人 在四月份的都委會的那個會議裡面 他們就講 有一個支持者就說 因為我們現在內部發展 那個房屋的增值的情況 你們如果把房子賣了 到別的地方都很容易買到房子 所以如果你們不喜歡慈禧的這個建設案的話 你們就搬家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然後在七月四號的時候 聽到這一位這樣子講 這個我們不用放了 我們就下一頁 所以這是他們的邏輯 就是 我不瞭解 既然是保障人民居住的自由 為什麼我們必須要搬家 好 那我們2014年的5月就知道了 因為公眾廣告沒有人要賣我們了嘛 我們知道馬上落車 好 好 慈禧案大概就講到這裡 後面我跟你們講一點 其他台北市保護區的事情 請下一頁 好 這個是一個分析的 簡單的分析 慈禧案呢 他的申請依據是27條1項3項 我剛剛跟各位講過了 這個可能就用到腐欄 國防跟經濟發展有關係 然後他可以迅速變分 搞了20年的案子還可以迅速變分 來 慈禧案的二人神谷呢 他是用第27條1項4款 以及文字法的第56條 那他基本上他整個申請是合法的 你看 你看到 他的主計劃的提出 跟信物計劃提出 是我們幫他們辦的 好 那坦白講我覺得慈禧案 他一開頭的這個主計劃的提出 如果說他既然是要做社會福利用地的話 為什麼社會局不可幫他提出主計劃 這個是我一直有一個大的懷疑 可能是官員不願意負責任吧 大概是 不然我想不出來 那北投違格案 是大概六月份的時候剛開過 那個也是蠻轟動的一件事情 他的主計劃也是違格自己提的 他是用27條1項4款 因為那個地方政府的那個重大政策 又叫做什麼 又托統合這個政策 所以他用27條1項4款 那這個更好玩 那為什麼不交易局幫他提出計劃呢 至少就不用過了口實 對不對 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我不曉得為什麼這兩個 這兩個大財團都不願意這麼做 那他們變更的目標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剛剛講了 實際的那個案子大概 目前就是併務通盤監討 然後優先審議 然後現在的專案小組就已經放完了這樣 唉 籌組了 不是放完了 通盤檢討的公告公展說明會都放完了 非常快 然後 所以我非常的累 然後呢現在已經專案小組都已經走了 就是已經籌組了 那我剛剛講他的違法46 底下證明一些 那再來我們來談一下那個優人神谷 實際上其實優人神谷也是一樣 我剛剛一開始講的那個保護具變更無事 一開始是違建 所以優人神谷在早期的時候 其實他常常被人家檢舉違建 但是因為不知道什麼樣的原因 反正他就可以脫過了好幾年 然後 後來再 下一頁好了 下一頁好了 這個優人神谷他被 用27條一項賜款 他配更的理由 其實這個市府回覆的意見是 其實 這個地方也蠻有趣的 你們可以看到 他的理由竟然是這樣 經歷多年使用老 建居老舊 不堪使用 所以要改建 所以他的變更理由是老舊 下一頁 欸 還有啊 對 好 下一頁 對 妖人神谷 因為他在那一天要開都委會的前一天 我啊 還有一些幾個環境團體的朋友 我們就去跟那個劉若老師當面談 告訴他說 你這個變更案如果過的話 你會帶來環境很大很大的問題 還有一些違法的事情 然後呢會擾擾擾擾的 就像實際上這樣子 很難看這樣 所以他當天被我們說服了 所以他第二天他就自己撤案 然後那天的都委會其實也蠻好玩的 其中有個委員 其實你們影片那個報導可以看不到 那個委員說什麼呢 今天呢 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同意 優人神谷自己撤案 他說不應該喔 不應該同意他喔 可是你們知道嗎 那個土地是流落你自己的 你地主還不 那個委員的意思說 你地主不可以自己撤案 這個很奇怪 所以我們在都委會喔 好幾次的會議都會看到一些 很奇怪的現象就對了 好 簡單講一下這個優人神谷的案子 他96年的時候經過這個文子法的審議 實際上你如果去看一些台北市的那個 那個什麼雜誌 他的文子審議其實是勉強通過的 因為他77年才開始 所以他也不過才多少 77 96-77不到20年耶 對不對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浦安堂是不是 浦安堂多少年 照差啊 這個可以可以登錄喔 然後97年他就登錄了 然後呢 他的主計畫書裡面寫說 他的現況是什麼 我念給我兒子聽喔 他就說這是什麼東西 計畫區內建築物皆為無建物 藤本資理石性木造建築 我一直問我說這是什麼意思 我說他就是兩個字叫做違建 寫了這麼一大堆話 OK 好 他的環境的地質呢 他的坡路大於30%的地方 就幾乎將近佔了74% 你們可以想像的到 這種環境怎麼蓋他要的東西 他要蓋什麼 600個人的電幕具的聚場 然後他的那個地方 他根本就沒有車道 就是因為他的環境問題 他根本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蓋車道 所以要到他那個地方呢 有一鑽石人形的路道 所以在這個計畫裡面呢 因為計畫他就是一定要有車道 才能夠防災救災等等的 勉勉強強顯得一個 要過蓋3.5米的車道 可是如果我們研究法規下來的話 他至少要蓋到6米 但是那個環境應該是 連3.5米都蓋得很勉強 所以他不會 不敢寫說要6米 好 現在也有 那因為幼稚成虎 已經很自動的自己測案了 所以我們就不要講他的壞話了 好 因為我也很尊敬他 真的 當我們跟他講 他很誠恨的 了解的狀況以後 他馬上就說測案 我們本來28號那天 聽他講到測案 其實我29號還心裡七上八下 不知道他會不會半夜變化 結果沒有 他的九號真的就是這樣 好 下一頁 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 維格國小變更案的問題 其實這些三坡地的變更案 問題都其實大同小異 就三坡地啊 陡峭啊 彎啊 人測正道啊 這些啊 自然自遠 他那邊有些大樹啊 然後有吸水 有一些植物動物 那些特殊的東西 然後再來一段記憶化書 寫的很爛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 好 下一頁 那我也是 我也是喜歡 我比較喜歡講那個 很實在的東西 我給你看這個照片 維格國小會給他們 當地軍帶了什麼惡夢 你看 這個就是他們那邊的馬路 那個上面那個維格 玉丁地的那個馬路 這個是小八 一般山區常見的小八 這個大概是20個人大 好 那這個就是維格國小的校車 你們可以看到 這個怎麼會 怎麼會車 怎麼會車 有人能夠理解嗎 從天空飛過一開 怎麼樣 那個維格國小 他的主計畫書裡面 他寫的計畫是要把 小學1年級 2年級以及幼稚園的學生 搬到這個基地的餘地地這裡 學生估計的量是1470個人 教職員跟什麼其他的工作人 通通都沒有算 只算學生1470個人 那到了都委會那一天的時候 他們自己做簡報的時候 就說 好 那我們小學 12年級的學生不上去了 只有幼稚園 那估計的量呢 是780個小朋友 780個1234歲這樣子的小朋友 然後他們說他們要用20人的小八 去讓他們上去 你們先講20個人小八 780個人要多少台車 40台車耶 你先來看這種路 我如果住在這裡 一個早上要上學的時間 有40台車 我都走不過去的 這個有人能接受嗎 這個就是現況 我們不講說其他的那些環境 什麼 我就是講居民他們會遭受到的 充值到有何到 他們居民是講說 就現在而言其實他們就已經很 上下學時間都是塞住的 那更何況以後 如果讓他們變更過去了 這麼大的量怎麼辦 好 下一張 不會 好 這個案子裡面呢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東西 就是說 那個都委會那一天 官員就說 為什麼違格他可以在這裡用這個地呢 他說可受地就可以出租 這個是 威爾財政法的第四十二條 這是之三 之一之二 我把它槓掉 之三 依法得讓受者 所以淨於出租 他就這樣子講 所以就可以租給他 所以現在違格是租地的狀況 好 可是呢 我們再看一下第五組三條 這裡 面積在1650平方公尺以上者不得飆受 0.165公頃不可以飆受耶 你知道磁雞 欸不是磁雞 對不起 違格他們要買多少地 1.62公頃 幾乎是十倍 所以 如果他真的買了 在主計畫書裡面 那個行政院專案讓受 如果真的行政讓他買了 我想這一定是一個必要 好 下一張 好 7月16號呢 這個自由時報的報導呢 就把李傳宏先生 當天在部委會講的話 就把他講出來 好 當地的里長說 我們人根本沒有跟人恩和樂 這是第一點 這是我剛剛才知道的 然後呢 他最重要的是 他把他講的這句話以後 好 這不得了了 這個就後面就很有的 社會的喧嘩就來了 然後他說這樣子 然後人家就來批評說 一句話三個歧視 好 那這個自己去查 好不好 然後呢 有一位歌手叫張正宇悅 對不對 張正宇悅他就把那個 轉了一個 在他臉書寫了一句話 他說 我以為我的嘴巴已經夠髒了 這個名校的校長 嘴巴不得了 我就不得了了 然後呢 就一大堆人轉貼 那個好像七百多折的 那個真相 然後呢 就這個案子本來其實是 就是默默的在都委會就會這樣子 或或者 或在 我們只是在都委會裡面吵來吵去 結果呢 因為他講了這句話 然後呢 那個 那個歌手寫了 在臉書寫了一句 然後就會更多人知道這樣子 好 下一位 好 這個是當天 這個是當天 這個北投那邊的人做的海報 我們把它拍下來 你們覺得很好嗎 下一位 好 這個紅色這一堂晚請問你們不知道是誰講的嗎 對啊 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呢 就我們那天七月四號就 來了這一張詞集就抓狂了 你知道嗎 好 我已經講完了 謝謝 謝謝 第一個呢 就是 呃 我們剛剛可以看影片的時候 就是有人有指責 或者是質疑 你們是一個手不聯絡 是不是 呃 別有用心 啊 有沒有其他的 不良企圖在內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 想知道 呃 您個人跟詞集是否有個人的恩怨 比如說 啊 那個 收集點數沒有收集夠 所以無法往上升級 然後 或者 或者 呃 很累的 這是一個問題 我 我們剛剛請你 請你先 先告訴你 因為其實 我讓你可以回答 還是要跟你講兩三個在補 呃 我先把他接 哈哈 先把他接 好 好了 還是 沒關係我先講 然後第二個呢 這個保護區 主要目的 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 欸 你們這個聯盟 守護聯盟 就是為了要守護住這一個 保護區 而已 嗎 還是其實被貨是 還有其他的理由 比如說 認為 他們 避免法律 或者是 呃 特別去解釋法律 或者有些法律 等等你們覺得 不公不義什麼什麼 一些 更 更高一點的理由 呃 再被貨嗎 然後第三個 可能也是一個 稍微嚴重一點的問題 然後大概是 如果在我們保護 就是你們的守護聯盟 這樣國籍下去的話 是否認為 所有的保護區 或保護區 都不應該 變更 可不可能在 什麼樣的條件底下 你們覺得 可以接受 呃 讓他變更 三個問題 好 第一個問題 我跟詞維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任何的 真的 真的 而且我告訴你 我的家族裡面 齁 有兩個實際 為人 真的有兩個實際為人 我不知道他們每一個 捐的多少錢 但是 我至少我去年看到一張 捐款的收據 因為那個 會報到我家 的那個 30萬 我婆婆的名字 有一張是30萬 然後我的小孩子 每一個都有 若干的 捐款 都不是我的錢 我就告訴你 我們跟詞維 關係是這個樣子 怎麼會突然間 怎麼會突然間 轉變 我沒有突然間轉變 我完全沒有突然間轉變 我只是很順重 我該走的路 我在94年 93年的時候 7月份 我搬到那個大路去 然後94年的時候 實際就開了工軍會 我那個時候 我就去現場聽 然後 其實我們現場有請問 我當時就反對了 我反而不是 我就在那裡聽 我真的很好奇 然後因為我在 環境資訊中心做義工 所以我會在 我在網路的後台 我會看到一些環境的問題 不只現在台北市 我可以看到整個台灣的 環境的議題 我甚至於 我幫環資做外文的編譯 所以我也看到外國的那些報導 跟各式各樣的環境議題 我還看到那個 舊金山灣區 他說要把那一個現況 要把它恢復成 那個沼澤地、濕地 要花好多好多錢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 現代環境的這個 這個先驅的那種趨勢 所以其實 我一邊就在那裡生活 然後一邊就在家裡上網 幫那個網站做 做後台的那個事情 看到很多這些事情 我就覺得 其實我那時候不太了解 為什麼我的移民要去抗議 然後後來就 跟人家去抗議 聽一聽以後是覺得說奇怪的 那個實際的講法怎麼似乎 沒有一個說法是有切到 切到土地環境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那個影片也是這樣 講到五十三 不知道哪一句是跟環境有關的 就這樣子 所以可以回答 回答人 第二個是什麼 我們在守護的 我們內部保護區守護聯盟 那個其實可以看得到 網路上看得到 我們的中指就是 守護台北市的保護區的數量 以及品質 就這樣子 所以 然後呢 我們完全沒有任何財盤在捐款 如果有人願意幫我們介紹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擔擔看 因為我買那個廣告的時候 實際那一邊的支持者 他放話在網路上放話 說我們花了上百萬上千萬 那我們其實那時候看了 就跟我剛剛看那個影片 我一直想笑 為什麼 我如果有那個東西 我如果有上百萬上千萬 我不會是買這麼幾台車 我會買 我可以買一百費的車子 所以 這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 其實你要批評人家說 花了多少錢 這種東西市場裡面 你可以會得到 所以他們第二天就趕快修改了 就說啊沒有啦 他們那個大概是二十幾萬 三十幾萬 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就是這樣 很單純啊 我們覺得 那個地方 當我在搜尋很多相關的 舊的資料 因為我九四年我才搬 九三年才搬過去嘛 所以其實 之前他們在兒童醫院 就已經奮鬥了很久 所以有一些舊的報導 我就去看 看了以後就覺得 哇 台大定資系的陳文山教授說 他說這個地方是山谷积水區 古來山王最慘重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蓋房子 那我就研究什麼叫山谷积水區 我們那一塊真的就是耶 那 那你說我要信誰 然後我又把所有的計畫書 我告訴你 我真的沒有騙你 我每一本計畫書通通都讀過 連那個八百頁的我都讀三遍 那裡面呢 有一些委員他們都會說真話 有一次他都會說 不宜可以跟波滴他用啊 富裕海比開發重要啊等等的 就有很多這樣的文論 但是 我們如果從整個 這樣子一直讀下來 越讀到後面真的是越心寒 因為這些人的聲音 就越來越不見了 因為他們就不會在那邊聽鬼 真的 那有個什麼 第三個 在什麼樣的狀況裡面 可以同意保護病 可以更改 我告訴你喔 那個 剛剛講的那個 201年11月25號那一場 你們可以上網查 有個標題叫做 紅蓮會見大樓一兩支 大概標題就是這樣 那個有一張影片 就是我出來講的話 我跟實際講了13個重點 我跟他說 我說以前我同醫院有辦法 所以這個基地並沒有改變 所以你必須做網 另外呢我也說了 我說我們希望 你實際在保護區的框架 在底下依法建設 就這樣子而已啊 沒有別的條件啊 因為他現在要做的社會福利的事業 在保護區的使用分區的規則底下 就是可以做社會福利用地 所以他不需要變更 他今天為什麼要變更 因為變更以後面積不一樣 他可以蓋的樓房那個樓層數不一樣 現在現況 因為他最後一次要到的容積率是100% 所以呢 你那個44829的那個面積 算出來大概可以蓋到1萬4千元 各位可以去想像一下 1萬4千元到底有多大 就是這樣 所以他其實是跟我們在爭議的東西是在哪裡 我們覺得說其實現在有法律規定 你可以用這一塊地 你並不是不能夠建設 但是他一定要變更 為什麼 因為變更了以後 他的樓板電機完全不一樣 大概是他的準備 那我們會覺得說 還有我家對面其實也是三坡地 就今年剛蓋房子 我才知道說原來蓋三坡地的房子 是一定要配那個自豪石 雖然我們那個基地不會很大 只有蓋裹部 我一四目的 我家對面那裡 然後 他要先往底下 挖很深喔 在挖之前他要先做連續壁喔 那個工程其實是 還蠻非常人工的 然後非常就是說很實質地進去 那些水流柱 所以也就是說 當這些東西下去了以後 整個水 整個土壤的那個 那個動態 好 那種平衡的動態 其實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就反對他 蓋這麼大的問題 好 謝謝部長 我想這樣有稍微清楚一點 讓我們開放第一輪的 提問三個問題 不好意思 我今天有一點講非常感動 我們感動的原因是因為 原來這麼多屁案 其實通常都是有機可取的 就是天下其實沒有什麼是異議的 只是剛知之是有心的人 願意去很立法 挖掘出真相出來 讓大家知道 這是我們感動的辦法 然後 我其實想請教的是 我在還沒有接觸到環境遺體之前 我看過花蓮磁器的建築 跟關部磁器的建築 或是因為就這兩個地方 他們是不是也有 就是他哪個P案 就能夠來解 或者是說 臺北市的其他哪些 都市人性的P案 你要願意跟我們 大概是看什麼 那個 花蓮磁器 或者是磁器的其他地方 其實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曉得說 他基隆的那一塊保護區 是水源區 所以他也是保護區 對不對 而且是水源區 好 那其他的 其實我並不是很知道 然後有一些 他是變更農地的 已經變成保護區 那我們如果說 以現在 台灣的糧食支持率 只有大概三四成的情況來講 變更農地 其實真的是不太好 這是很看法 那你剛剛提到的東西 我可以補充一點 就是說 現在台北市有一個案子 叫做 那個 松山慈惠塔 在虎林街那邊 對吧 福德街 福德街那一邊 他叫 福山保護區 那他呢 這個案子 就是一個 其實很常見的 就是 山上一間廟 然後就 經營了很多年 以後 香火鼎盛 然後他就要擴大 那他原始是不是違建 我不知道 但是 反正呢 他在台北市的都市 這個審議會已經通過了 所以現在已經到了 內政部的都委會區 那你們知道 內政部都委會其實也是有一些問題 航空城就是這樣 不要過 所以 就是說我們雖然 形式上 有這些程序在把關 可是真正做出來的東西 如果你有去現場的話 你真的會看到一些 你完全不得自信的部分 以比方說 我去過北南環庭的案子 我就在那個外面聽 然後呢 委員問了一個問題 我們外面聽得到 主席回答的時候呢 只有第一個字 第二個字聽得到 然後就消音 就這樣子 你們可以去看那個北南 青年或北南的那個 他們就會寫這些過程 就是這樣子 委員問話我們都聽得到 主席回答就消音 就這樣子 那你說這個 然後那一天他們還不讓民眾上去 把那個所有的電梯都堵住 就是怎麼樣的控制 那其實真的你要抗爭 你就有辦法從別人走上去 所以也是沒有用的 那你們還是有上去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案子是 另外一個是什麼案子 提醒一下 廣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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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它不是保護區 但是它是社會福利用地 那現在政府 他要把它欠一塊 變成商業區 然後我之前 我在度委會的時候 我罵過那個委員 我罵過這個都發局 我說你們都發局 你們是錯亂 為什麼我這樣想 你們把社會福利用地 變成保護區 社會福利用地是不是減少 對不對 社會福利減少 所以你在把保護區 我們自己這邊的 保護區變成社會福利用地 你為什麼要減少它呢 你減少它 是不是代表你覺得 社會福利用地太多 太多了 為什麼又要從保護區 變成社會福利用地 他亂搞 對 我就覺得這就是亂搞 那當然那個 講到這個廣執這個案子 我必須講一下 我昨天接到一個訊息 就是有一個公的記者 就去錄這個廣執的公兵會 結果現在市議員要告他 要告他 真的 真的要告他 人家警察叫他去做筆錄 因為我認識他 所以我非常辛苦這個事情 好 公兵會是利益 也不知道 我們開放三個問題 好 然後 然後再一次性再讓那個廠執去掌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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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子 好 對 因為剛好昨天 前天有去那個協寧那邊回來 那協寧發展協會那邊 跟我講一個案子 那因為 當我聽 他們當地也在關心這個事情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只是就是因為 很多事情我才剛進入 就進入這個環保這一塊 他講的是生態園區的事情 他說其實你那邊發幾塊地 重化 然後呢 十幾年 十年前的時候他們講說 要蓋成所謂生態 生態社區 也就是說 要做成是 一種有生態步道 然後生態 然後生態社區 可是 當初他就是用這個東西 然後結果當地的居民 後來看他們 圍起來之後 圍起來地 地 基本是農地 然後圍起來之後等一下就變成建地 就是蓋房子 就 十七處 現在已經蓋兩處 兩個已經蓋完了 就變成 就是變成社區大盒 然後他們就很好奇 就去問說 生態社區的這個生態 不是 什麼意思 結果他說官員就 就是 就說 就生態 就生態 然後說請他們說 回應說生態的定義 他們就說 沒有 就生態 然後他們就覺得有點被騙了 因為那個東西 他們原本當初 我就說這個東西 當初的計畫 不是應該有 就是說他的規劃就是 可能是 可能是就是要結合 然後官員跟他們說 哇這是綠建築 結果那個東西 建藍式綠建築 這東西 這東西新的改起來 變成建物的東西是綠建築 然後現在十七處 已經被 就是農地已經被轉成了一個 然後可是他們現在 有個案子就在推 就是說 好像八月九號 他們要推 就是又講一個說 要建一個生態步道 可是這些就是 要蓋建地旁邊 弄成生態步道 然後還有十七處沒有幹 然後我現在還來去想說 查這件事情 到底是 到底是什麼意思 因為 因為他們依照他們的想法 就是說 這東西可能全部都是建安了 全部都變成建安 因為當地在買 當地的那些 房眾都在講說 這都是 所謂的新的 新的 重畫區的房屋 可以賣 然後生態步道 就未來就變成是一個 很美的地方 然後這樣農 可是跟他們當初想的 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當初以為生態是指 好像是 維護當地的農 農業的一定比例 或者是 可以是別人是叫 環保的別的東西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碰過 類似的案子 就是不了解他們所謂 生態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樣問 我生態的意思嗎 我會想說你有沒有碰過類似的案子 因為我覺得 這個問題真的蠻俠的 而且怎麼回應他就不回應 我覺得你如果要跟政府問問題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些技巧 但是說真的 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因為 其實生態不就是 有考驗嗎 那個 網路上都可以查得到定義啊 要不然找個森林機的位移位也很厲害 我跟妳講 其實這部考驗想給妳 給妳找個摩條寫給妳 給妳一些女兒怎麼會好 讓妳搞不清楚 就像我剛才剛才講的 那用的聲音都寫的一條那麼長 這個文字優美的 妳幹嘛 它就是違建嘛 我教我比較那個小孩 我小孩是知覺生的 你知道嗎 欸妳看一下這樣子 寫的多優美 那這什麼意思 我就用我錢 就這樣子啊 所以妳如果要跟人家認真 妳就輸了 那如果你真的要得到答案的話 我覺得妳必須要走堂門走道 比方說妳以一個家長的身分 妳說我現在是不是在這裡 可是我覺得 怎麼各式態度是怎樣 去寫線去問嘛 去問教育 去問台北市政府嗎 市場信息這樣 或不然1999 按一個小孩 就要妳回答妳 所以妳要當市議員欸 加油 好這嚴格說也不是個問題啦 但是 呃 剛剛我連續已經講了 就是妳跟政府認真妳就輸了 其實妳就馬上想像遠雄劍 它叫做三峽哈佛 或者是叫遠雄耶魯 那名字就叫這個 所以它可以隨便該講武道叫生態武道 名字而已嘛 不用太認真 好我們來問問 有幾個問題 OK 生態就是輸到自然 就是輸到自然也乃得 那個野生動物的那個那個 那個生活的狀態裡面 也有保護狀態 啊這個 這個其實現在人本社會之下 當然是 為主要的那個一個生態 是剛才妳講的那個社區 為什麼會 對這個職業都抗議 因為我們現在 不需要說小孩 小孩子年紀大的老人家 都需要三步 到山區裡面 其他的就是說 做那個 就是說 做健行 或是說運動 那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剛才那個 從道路 被慈激 就是反掉了 那一般人群眾就沒有辦法 其他的就是說 原來的山區 道路 做那個運動 阿伯 阿伯 妳要是要控訴嗎 那是妳問我 不是在那裡解釋嗎 妳要問我問題 因為我想的問題是 這是妳們沒辦法解答的問題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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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個 剛才那個是 道路 為什麼兩步 車可以幫我們 可以推車 這個是問題 這個是安全問題 那個生活 在基本生活上 當然是健康問題 現在是安全問題 妳會人 或是摩托車 或是從其他公車 妳會相轉 或是說 被壓倒 或是人形 會被壓倒 這是安全 最基本的人情 因為受到威脅 所以剛才那個 所以那個 那個什麼 黃小姐的理論 非常好 但是她 真正的 我們現在要 保護器 為什麼要做 回到自然 回到天然 和天然 就是 當然是以 人本為主 為個主義 將我們生活 品質的保護 謝謝 他是保護器 他是代打 他們帶的 有沒有真的問題 就 OK 那 就從前開始 我想要問 就是 不管是刺激 還是你們的 基金會機構 讓你們有 有做過 就是 比較 比較理性的角度 好 那我們來討論 如果這邊 蓋這個東西 之後的 後續成功 因為我們 我們知道 只要開發一個地方 都有成功 比如說 現在慈激他們會講的是說 他們的力 就是 好優點跟缺點 好優點 就是 老人 小孩可以接受 好照顧 這是生活力的優點 那缺點是什麼 缺點 缺點 我覺得你需要知道 比如說 會減少 會淹水 會什麼 就是我們有一個共識 讓大家都知道 讓慈激的人也知道 我們蓋了這個地方 讓我們面臨到什麼危險 就是我們可以 大家有沒有 比較理性的故事 就是不要那麼情緒化說 兩個在批評 我們來討論 就是有沒有一個很理性的 空間 跟一個時間 是可以 好好討論說 到底 他後續成功是什麼 好 那 明信討論的虛偉點 直接想 我們第二個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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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特別來跟我的鄰居 郭美威自敬 我應該是第一題 十八年前 先帶頭跟自己 對抗我 所以你是後來 才來解釋一下 我也應該代表是 你最大的金主 所以很多開銷都是由我來 你最大的 內褲 內褲 因為在內褲 住了三十多年 所以你每位我的資深 所以我回答 那會先跳出去 主持大物理的公投 我們裡面公投 現離場所公投 所以有這樣的研議 那我在 對外的發言是說 我愛慈濟 因為我他也是 慈濟很大的監柱者 他說我更愛老天爺 恩賜了保護區 所以保護區 既然被命令為保護區 我就不曉得要找到什麼樣的理由 來開發保護區的理性討論 所以我想已經完全 這一點沒有在我的腦袋掛 保護區就是保護區 那我在對外市政務是說 如果你將大福利改成小福利 將大福公園 改成小福公園 我就支持這一個變分案 我只有這樣 那只有老天爺擋得出慈濟 因為三次慈濟在十幾年前收刊的時候 就是離肯大群 就是大福山 山莊接任兩次的慘案 死了五個人 一次死三個一次 後面兩個年輕人 衝上來就被水 衝到提卡斯死了 所以那個我都在現場 所以只有老天爺打得到慈濟 或者是今天看到 因為第一次到參加會會 就是看到未來各位 能夠保護台灣的各位年輕人 所以我向你們致敬 所以我想可能也沒有提出好問題 不過我至少將自己 修出來讓你們認識 如果你們必要時 有需要的話 或許可以透過每個人 跟我們聯絡 我想我們這些阿伯 當當基地主持人樂意的 謝謝 非常謝謝你們來的鄰居 這都是一些非典型的問題 再一位可以嗎 請 你好 請 你好 我是要歡迎 就是 韓信聖牌不安心 還有聖牌不安心 還有聖牌不安心 就是 我想 請做一件事 可以說的 是 在我們剛才 這方面的聖牌不安心 在聖牌不安心 看看還有怎樣的聖牌不安心 還有怎樣的聖牌不安心 除了它 譬如說它 譬如說它是 就是 治癌不安心 那它那些 譬如說哪些動物 那些實力 就可以 上場的聖牌不安心 那接下來我想要問 就是 在 還有聖牌不安心 是不是 存在的 就是一些 譬如說 身材富裕的計畫 或者說 就是 尋找地域發展的 情況 就是為了它 我們身後不安心 就是 15萬人要發展的關係 那 假如有的話是 哪些方法 它會 就是 負責這樣的情況 所以 那 沒有 15 就這樣 就是 好 非常謝謝 這真的是 一個重要 好 好 這位 這位 兩位 那個問說 理性的 對話 其實我們 1月20號 我們那個 滿月的公司廣告的 那一場說 就是要跟他 理性對話 但是菜隊部長 他說 他本來他只有一個條件說 你們只要一個月前通知我們 我就會來 一個月前 他只有這一個條件 所以我們就 一個月前通知他 東海的廣告以後 他就翻了臉 然後很生氣 他說 除非你們懺悔 我說 我們會去嗎 他是這樣的 好 好 這就是他們對我們的態度 那 所以 其實我們也很希望是理性對話 為什麼 我們希望他 依法做法的條 因為 當 土地環境的資料沒有出來的時候 我們根本沒有東西可以談 我們現在有的就是法條 法條規定你 你要用27條一項三款 請 這個杜發局給我們一個實質的答案 告訴我們為什麼它符合 國防跟經濟需要 跟經濟發展的需要 而且 他為什麼是可以訊行別增 二十年的案子 如何訊行別增 我們便罷你一起 那所以 基本上 在 業主 實際這一邊 他的態度 還有 官方這邊的態度 使得我們 希望進行的理性對話 其實幾乎很低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告訴他說 法律是這樣子行 那請你告訴我們 為什麼 你明明沒有達到 你為什麼可以 你要給我一個提示 那我剛剛在同一片裡面 有一個因人設施 你們有看到 他們因人設施以後 就符合了這些條件 那你們覺得這樣子可以嗎 這是你們接受的嗎 這就是我們台灣現在的環境問題 這不是這實施單義的個案 這個個案突顯的是 我們全台灣的開發計畫 通通都是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美立官 他房子都蓋起來了 律師還可以把他告到他 法院叫他一定要拆 可是 台東現任他不願意 你知道嗎 這個叫違法 如果這些單位都能夠 都能夠違法的話 我們到底我們要靠什麼生存 我們有什麼依據 說我們應該要怎麼做正常的實施 我根本不知道我哪一件事情是正確的 哪一件事情是違法 那我小老百姓我違法 我就應該受罰 你大財產就可以不用受罰嗎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講過說 我們聯盟其實中指很簡單 我們希望台北市的保護區的數量 可以維持住 以及台北市的保護區的品質可以維持住 我們就只有這麼簡單的要求 這麼簡單的訴求而已 我們努力的方向就是在這裡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跑去 跟優人神谷的劉老師對話 我們真的坐下來就談啊 我們告訴他說 你這個案子開發了以後 你就要開馬路 他說我這個地方沒辦法開馬路啊 他是不是這樣講 那我跟你看你那個六百人的定目劇場 你想想看 定目劇場是什麼 比方說他七點要公演 六百個人在七點以前就要進來 你能夠想像嗎 在那種只有人行步道的地方 一下子進來是六百個人 這做得到嗎 劉瑞老師自己講說 我自己根本就覺得文化局提的 這個定目劇場根本不適合 你知道嗎 他自己都這樣子 那這個你們可以到網路上去看 六月二十一號的NGO觀點 我那天有到公司去錄這個節目 裡面其實有很多東西 我們在對談很清楚 優人神谷為什麼他願意撤 因為他當他了解了他環境的問題以後 他就不願意 不願意繼續走下去 但是為什麼都發局以及文化局他要提案 因為他們有一個觀光 就是要收入的這個念頭在那裡 他把優人神谷的案子當作國際光點 也就是說台北市有幾個點 好像四五個重要的點 他就是要打造這個東西 然後吸引光溫透過 所以這就是開發至上的觀念 我們可以看到昨天高雄那個樣子 所以我們就要反思 到底我們需要開發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到底需要安全的環境 還是需要多一點的幫功課 來讓我們生活經濟上面變化 其實這東西是可以思考的 說真的我們其實真的很難以跟司機對話 因為剛剛你看到他們的那個邏輯的話 我不曉得怎麼跟他講話 他說因為我憲法保障人民的居住自由 所以請你們玩家 所以你了解 然後他們也講 我以前是一個會在家裡打小孩罵老公 我進了司機以後就不會了 然後有這個 我告訴各位喔 我現在講的話 其實網路上都可以查得到那個影片喔 可是我都沒有說話 然後他們就是這樣講 他在司機可以 可以把那個什麼變壞的小孩變好 最早剛開始的時候 司機還說我們大胡理 自殺率最高 我告訴你我老大不爽 我就非常的火大 因為我覺得這個踩到我的紅線 因為我覺得自殺不是一件好事情 不是一個值得宣揚的事情 人家一定有某一種情況之下 他過不下去他才會去自殺 你今天記得拿自殺率最高 拿來說 因為你們內服的自殺率高 所以我們實際要進來警戒人 你知道嗎 他就這樣子講耶 講了很多很多 我每年的抗議他們都不理我 他們甚至於曾經講過說 我們也不會再講 不會再講了之後 他還印出來 我那裡面有五遍 我裡面有那個 要不要放 你們要不要看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當他提到自殺率的時候 我非常的火大 我當場我就跟他三遞 我說你這在搞什麼鬼啊 是第三個 第三個那個 實際 有個實際的 那你要看我這裡面 好 好 沒關係 我給你們指示大家愛情聲明 那個電話號碼是什麼 我好看 好啦 不然你看這個好了 那個 你看這個十三點重 好 我們直接給他看這個影片 好 感謝 我現在是針對剛剛 一個實際 從這邊 這邊 聽出來 我們出雲的這些情報 做一些 對 很好 第一個是 這個 事實上 即使 即使 這個地方 已經被 溫度為填了 那事實上 它 溝度的地形 地質 環境 完全沒有改變 其實不要 我們焦點 第二 我們希望 我們是在保護區的框架 以下做使用 而不是變更保護區 第三個 以往 二月的時候 曾經做過環評 環評的條件 一直都是存在 那些條件 就一直條件 完全沒有改變 所以 實際如果 一樣要在這裡 申請 開發 請你們 依法 還可 第四個 在這個 你們的書 提出裡面 第五頁 剛剛有一個 給記者的第五頁 一百年一年八月 提交計畫 計畫案 有這一句話 對不對 OK 十六日 實際告訴我們 首付聯盟說 你們沒有辦法 提出計畫書給我們 來當溝通的資料 這個是我們一直無法 線上無法溝通的 一個很重要的焦點 因為你們提出 你們送件的資料 給我們參考 我們沒有辦法 和你們一起訪問 第五頁 關於你們寫到的 一個 散經濟的這個部分 這是你們自己的這個 剛剛發給我們大家的 散經濟 我想這個 這個詞 對我來講 非常的陌生 我想 才成 可能是來自於兩年前 在都發與台 六二零秩序會 那次講的 調和經濟變白了 不管是三經濟 我只是調和經濟 這些你們次創的名詞 希望官方 市政府 都委會那天 都能夠 會成這個名詞 能夠有所定義和解釋 好 六點 剛剛蔡部長提到了 一句話 我非常的贊成 但是我一定要提出來 這件事也就是說 這一塊地 是不是值得保護的保護區 是不是值得保護 我剛才講的這句話 我們不值得把它抄下來 是不是值得保護 我們大家來想一想 那麼 我剛剛提到的 包括圖書館 金安居 等等的各種設施 我覺得這是一種 對理民的利誘的行為 這是一個利誘的行為 這是一個不利民的行為 再來 第七點 智洪亮 我從你們放出來的圖片 你會看到 1910加910 所以我的數據 如果沒有太爛的話呢 是2820 立方 2820 2820 這一塊地 應該至少要有 四萬以上的資本量 你們設計的只有2820 第八點 實際接手前面新路公司的這一些 這一塊土地以及它的建築物 都是違建 那麼 所以 實際的 這些受人尊敬的基層志工 在這裡做環保事業 承受高温 受苦受難 我認為這是實際 你們找錯地方所造成的錯誤 不要把這種錯誤 推在這個保護區 你們不能變跟這個上面去 不要讓我們人民 反對你們變跟實際 變跟這個保護區的人 覺得有罪惡感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再來 大溝溪 日紅池 有13萬 剛剛提到 沒錯吧 13萬 這是一個很大熱量 大溝溪的這個位置 地理位置很高 比這個刺激的基地高很多 所以當它如果蠻碎位的時候呢 它相當於是一座很可怕的顏色 請注意這件事情 另外剛剛刺激也談到了好幾個抽水戰 所以可以排除這個水災的問題 那麼我想提醒實際 如果大家都是要依賴這個抽水戰 表示呢 是把自己這一塊地 應有的推土量 這些水的推土量 這個責任推到別人家去 好 再來第11條 剛剛 菜堆部長有提到 一點有200多個團來訪 沒有錯吧 200多個團來訪 那麼我們可以想像得到 這麼頻繁的來訪 這個交通量變化會非常非常的大 這個不可能沒有影響到這一塊地的安寧環境 這不可能沒有改變 交通量請你們考慮一下 好 所以這一點呢 再來第12點 今呢 翻開第15點 剛剛前面會開台說要心停氣和 所以 我也心停氣和的拿出靜思雨來看 靜思雨這個有異句 感恩回饋地球的方法 就是堅持環保 OK 指示環保可能 我們大家平易都不同 不好意思 我佔了很多時間 但是我還有兩個要講 剛剛提到 請你們打開第15頁 第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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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服的自殺率比其他地區都要高 關於這一點 我已經在事前跟實際基地裡面的林鄭雄師兄很嚴厲的抗議過 因為我向臺北市衛生局問過了沒有這回事 請你們實際不要再消費自殺這件事 這種操縱模式與以前的一般許事件是一模一樣的 我相信實際不希望再惹起任何一次的一般許事件 甚至於走到屬種的地步 OK 最後一個 你們剛剛提到的那個俞烈先生說的 是要不要動到車項目 但是你們的房子 尤其是那個美基地消耗費 這麼明顯的 是能討好大很累的 這個 不客氣的講 是能討好大很累的 這個房子那麼靠近山 這個公補的地形 你們挖的是 和我講 你們沒有挖順向挖 是事實 不是你們要挖的是 和我講 OK 謝謝各位給我講話 好 這個是我出登場的時候 所以講話很慢 然後 邊講邊小事情 我剛剛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你嗎 因為我覺得我提出來的這十三個問題 其實是很理性的 但是沒有人願意回答我 然後呢他的支持者在這個網路上面說 這個女的莫名其妙 我也不知道我莫名其妙在哪裡 因為我覺得 我的邏輯問出來的問題就是這樣 剛剛好像你提了一個叫做 提了一個問題的關於生態 生態的部分 我們另外一位成員來講話 你會太辛苦 我們再下一點點 我貴人從小就喜歡生態 那會參與這樣的長期的抗爭活動 也是因為關心生態的關係 我住在這個區塊 目前我們爭執的這個區塊 不好意思 大概有半世紀 比我們的金主還要久一點 那麼我看著環境一直在變 一直在劣化 以前你問的生態問題 必須要有個環境 讓這個生態存在 以前我們這個地方 有黃鼠狼 你相信不相信 你住在台北市哪裡嗎 我住在台北市哪裡嗎 我住在台北市哪裡嗎 我住在台北市哪裡 先就摩遠那邊 你大概不相信台北市有過黃鼠狼 我們的環境以前 是有黃鼠狼存在的 我們的環境 裸心環境 現在有食物存在 食物也快滅絕了 當然黃鼠狼 已經從台北市消失了 為什麼呢 因為環境大改變 如果你今天這個環境不存在 你要問我們要什麼富裕啊 那講得太遠好浪漫 因為我到現在 我都還是我們內戶社大 內戶生態學的學班的學生 所以聽到我比較 稍稍多懂一點的地方 我忍不住出來 謝一下 那我每會是很了不起的 我非常配合我 他從對這個建築法規 對什麼都市計畫 完全不懂的一個狀態下 跟我們一樣 那我十幾年混下來 我到現在還是不太懂 他已經搞得非常清楚了 可以做專家 可以跟各位坎坎來談 談很久 所以我們給他補個掌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像最後一遍 請主演 那個 其實我覺得這個生態 我想要跟各位報告一點 實際在這塊地 它永遠有16公頃的土地 16公頃 其實 我們剛剛看到一個 空罩不一樣 有一些地方是 被舔平的柏堯木 然後有一些偽健的舔平 另一些加在一起只有4.4 那也就是說 16點 4.4還有多少 還有11點多的在後面 今天我们如果这一块守不住的话 后面的我们会不知道什么样子 你懂我意思吗 那我们一直希望说 这个其实国外有一些案例就是 他们曾经过度开发的环境 当他们发现其实灾害会回来 所以他们就会把它归复 也许是一百年前的样子 你可以去查究竟山长一弯的富裕计划 那比方说像我小时候 我们小学的时候就听到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时候来不是人定胜天很厉害吗 可以天海照吗 到了我长到富大的时候 它是叫环地鱼海 所以这个观念其实是在改变的 那我们是觉得说 实际他会一直持守的 就是说他把宝特品拿去做衣服 现在也在这个世界 世主也出名了 但是他可能没有想到说 当这个通路一直用了掉的时候 那这一关是不是就一直进来 刚刚我的朋友讲说 我们搭到富裕了 然后现在可以跟你说 我告诉各位 我是念什么呢 我念食品营养 我念食品营养 我以前当营养师的时候 我怎么劝我的病人 我说你的血脂肪这么高 那你现在呢 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好像在清水沟 你的血管里面有那么多的油脂 你要把它清掉 可是你又拼命的吃进来 你又拼命的吃进来的结果是怎么样 你到哪里吃不好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啊 不是吗 所以你一边 他努力的把宝特瓶去做成衣服 然后我们这边努力的再去 用这个宝特瓶的瓶装水 什么什么的 所以就是说 当他今天他的这个 这个扇形 其实后端的考虑不够周延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他反而是一个很大的 不好的状况 我不是这么觉得啦 那包括像戴胜峰 他曾经上个月丢了一张纸条 瓶器人请留一口饭给甘苦人家 哇 这个他的脸书就被换爆 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写 因为他看到了说 瓶器今天他有 刚刚那个影片就说 有五百多个环保站 我们社区每个礼拜三 就会划出副条LINE 自己就把那些 有价值的资源回收 他们就带回去 带回到刚刚那个基地里回去 第一个这个基地 他的这些行为 其实是违法的 因为他就相当于是地下光产 他根本没有执照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 本来他们的发愿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们的正言法 是有一天 早上经过某一个夜市 那个夜市过后 地上到处都是张外 所以他就叫他们 他们的心中说 用打头来的事物来做环保 所以他们就从此开始 这个环保的撕裂 这个传奇是从这里开始 可是我们看到 他们不是去捡垃圾 去改善环境 而是直接设点 到社区各个社区去设点 然后把值钱的这些回收户 就收回去 然后在这个 不应该设立这个环保站的地方 设立环保站 然后我们最糟糕的不是 我们的政府官员明明知道 包括马阿九 包括 神社团 我本来想说神小孩 包括他们这些官员 呂秀莲也去了 通通都去 然后他们就盛赞他们的环保的这个地区 可是我们现在必须想一个东西 白白你也是做资源回收的厂商 为什么你不可以在保护区 用地便宜啊 你就设不成他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状态 非常不公平的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一边一直把宝特瓶收回来 然后做成衣服 然后我们这边一直使用 反正用了就有人收嘛 这个是观念上面是 其实应该要调整的 可是实际一直拉不回这个地方 因为他很自以为豪的说 我问到我们把它变成衣服 变成毛毯多少都好 我告诉你们 我家好几件的衣服 一个小学生的那件衣 要一千多块 我不骗你们 你们其实可以去看他们的大爱科技 那个网站去看一看 完全不便宜耶 然后这些钱到底拿来去的 这个我不想管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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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衣服这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么简单 要谈起来的话 是 刚刚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 其他的问题 我刚刚要告诉你的就是说 因为他后面还有11公斤 那因为旧有现况 他的那个非法典土 已经这么多年了 所以那个土地本身有什么 有什么生态的情况 其实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 那我们也没有钱 清楚 我们没有钱去做调查 对不对 是这样子 其实有人告诉我说 我如果在里面找到一棵特殊的植物 或是一个特殊的动物的话 我就可以让它跑出去 不能变更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钱去做这个事情 那你说政府来做的话 我看你不要经过这个 要做也是民间做的 那你看那个做食谱的那个 特殊中心的那个那个 那个女儿 做到你要死 他已经是额外做做的 被骂得要死 他是公务员 所以他被骂得很惨 可是他做的也不是额外的工作 所以这个 不要想希望这里 那我们目前 事态大概就是这样子 我希望能够至少都保住 前面的这一块的话 后面的森林它保住 这样子 好不好 这个很卑微的请求 好 各位 时间的关系 我们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不过 我做一个很简单的小节 刚才我也是讲到最后一个问题 刚才我也是讲到最后一个问题 台场的时候所讲的 就是 因为一手在做保特殊的回收 然后可以来再利用 结果大家可以更放心的去尽量搜保特殊 然后反而还会依然 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这个好像是表面上看起来会收支平衡 但是 事实上它可能不会彻底的解决 环境的问题 在实际作为公民社会的其中很重要的组织 跟政府直接的关系 大概也是这样 就是政府摆烂 做好水平保水的工作 然后发生水灾 实际就跑去救援 然后因为已经有救援了 所以政府就可以继续摆烂 这样子 这种很唯一的收支平衡的关系 可能是我们得在进步去思考的 我想这个大概也就是 回头过来呼应这个 太过人性的部分 这个也许 反映出来是联系的一环 甚至呢 实际在 就是 事业做得非常大的之后 因为财力非常顺厚 影响也不够大 但是呢 他们还是继续不忘业绩 就是要更多更多的幸福 要更多更多的会员 每一个幸福 要做更多更多的业绩 所以才能够积点出套桃子 然后送上去的 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 土地的东西 我要去变更 让它更多更多 但什么东西都要越多 越多 符合的是一整个市场逻辑 这样的概念 这其实是 人性的部分 还是属于非常非常 人性的地方 也许我们透过这样的讨论 即使是 单一的讨论这个 内部开发案的个案 那我们也许可以 藉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回头过来想 就是 是不是 所谓的开发的过程 在背后 我们还有很多 人性的思考 那这可能说 蛮有的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 今天洪女席来跟我们讲 非常非常非常 谢谢 谢谢 您要不要说一下话 这位现在很努力的想要抢救这个 松山慈慧的台湾居公司 所以这个是 接待的 谢谢 亲爱的各位 我也是属于那种 已经50岁的这个年长者 但是我们都是因为 我都是因为这318階运 被新年人的感动 觉得我们应该要遍地一台湾 我们要公民觉醒 公民觉醒在哪里 公民觉醒不是只有在立法院 公民觉醒是在我们社区旁边 有没有什么不坤不一的事 等着我们去关心 等着我们去对抗 这才叫做公民觉醒 今天台北市 刚刚也会说台北市有很保护区 目前会被变更 会被 被人来做 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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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成为装 被成为装脚的一种工具 那我觉得 其实 我是觉得说 正因为 直接会成为装脚的一个手法 或者装 工具 所以我们才要赞出 我是本身住在新一区 那我本身做社区发展 已经到20 30年了 那我 我们本来是推动 我们本来是 在立民众我们一起来推动 广池的这个满开发案 那后来我也发现 我们的慈慧堂 慈慧堂其实 我们那边 你知道我们这个 西地区有四个里 你知道四个里 有30个非法神坛 还在那边 政府居然都不介入 然后我们那个 我们那个四个里 福德医成为全台北市 神坛命路最高的地区 有30个 未立案神坛 还有两库大庙 一个是奉天官的词汇 我并不是反对 王母娘娘的信仰 我也不反对 玉皇大帝的信仰 我反对 有人利用王母娘娘 玉皇大帝 做一些图密自己 想要做渔馆 想要做翻译 想要做翻译 图密这个教团的事情 而这个教团的钱并没有 真的又在慈善 而他可能只是 军力部分钱 最后这些钱 可能进了政治 政治团体 政党他们选举的一个 这个政治现金 或者一些我们看不见的 所以我要谈的是说 这才是我们真的希望 要我想实体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要坦白说 我们今天不是要 像我们看看 每位他在这个工历会里面很激动 其实我们不是激动 我们是觉得我们很 我们很急迫 我们真的很觉得说 我们想要表达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在进行我们 却没有办法 我们是觉得有点这样的一个 一个难过 所以我盼望说 各位在这个眼睛朋友 我们现在虎山 虎山保护区的保护 的脸书 脸书的 可是在有点 沉溺的 帮大家去关心 慈惠塔 目前保护区 他们主张 变更为中兆用力的 这样的一个议题 也希望请各位 给我一些意见 谢谢 谢谢各位 我再简单 帮他做一点总结 这个慈惠塔 我们昨天再看到的 那个他给我的计划书 他是用24秒影像散发 也是国防民进码的 所以后来呢 我就把他内容 涂一涂一 他说因为这可以发展很广化 就是 就是他的计划书这么醒 所以我就觉得蛮奇怪的 那个抽票观光 不晓得 所以你们可以接受 然后把回去就不见了 然后他可以 一挂挂挂挂 咧 公关被我们挂挂挂 然后就一定要有一些 生活的环境 就是会被受到干扰 就是这样 OK 好我们今天 今天就到这里 然后非常欢迎大家 下个礼拜可以来跟 哲武一起过生日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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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